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OPPO RAYLOR3 PRO的一个拆机方法 RAYLOR3 PRO它这个是塑料后盖 拆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没那么容易碎 首先我们从边缘这里撬一个缝 然后用拆机卡片轻轻地往前面滑 如果感觉滑不动的话就打一点酒精 因为它这个胶的话比较厚比较硬 不是很好滑 就稍微再打一点酒精 把那个胶给它软化一下 希望不要用满力去硬滑 滑到转角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慢一点滑 就这样子 绕着这样滑一圈 感觉滑不动的时候你打点酒精然后试探着滑 不要用满力 然后滑完一圈之后我们把后盖也试着接起来 用卡片伸进去把那个残胶滑断 但是卡片不要伸得太不要往里面伸太多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 如果伸太多可能把里面的排线划断 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背部的这些螺丝全部给它打起来 螺丝拆的时候要注意看它有没有大小不一致的螺丝 如果规格不一样的螺丝你要把它分开放 并且把它记住它的位置往回装的时候不要装错位置 如果说它全部螺丝都是一样的话那倒无所谓 然后把这个塑料盖接起来 首先把电池做排线给它扣开 我们把主板断了电之后再去做其他的操作 千万不要带电操作 你带电操作的话很有可能会把主板或者主板上的元件烧掉 摄像头接下来之后我们把前摄像头也给它接下来 前后摄然后包括天线还有尾插排线 显示做排线这些都依次的给它抠掉 然后把主板这个固定螺丝给它取下来 一般来说是一左一右 两个固定螺丝 但是也有的它只有一颗固定螺丝 然后试着把主板调一下看能不能调起来 如果说调不起来的话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然后主板轻轻地把它接起来取下来 Zero3 Pro这个整理结构还是比较简单 包括它这个塑料后盖也是塑料的比较简单 最后还有越� 57 dific呢 那边发酷了 谢谢大家 那真的是